你現在每天是有睡飽的嗎 沒有 差不多1點睡 然後6點起床 10個國中高中生裡面 9個半都說他們沒有睡飽 有了課業還有社團 然後有些時候晚上 還要跟媽媽吵架一下 就有網友提案 要把上課時間 從7點半改成9點半 到下午5點 目前已經累積 8421人連署通過覆益 很棒啊 就可以多睡一點 因為我家住比較遠 晚睡讀書的時候 然後如果早睡的話 就會很沒有時間去讀書 有人覺得樂觀齊成 但也有不同看法 如果在延後 我覺得延後到一節課的時間 可能課程會上不完 我們考試時間可能來不及 因為少一個早智休 可以考試的時間 除了擔心課程進度受到影響 部分家長認為 延後上課時間 只會讓孩子更加晚睡 這個早睡早起 這個才是他這個學習階段 你們對他最有大的幫助 那你越拖越晚 學生應該也是越拖越晚 我覺得 家長一定會擔心課上不完 然後學生成績會受到影響 然後藉由社團 學習到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腦袋清醒的 再開始上課 這樣可能會更有效率 其實高中本來就可以 依照狀況彈性調整 有一些私校更有自己的 上下課時間不受規範 國高中生的上課時間 到底要不要延後 教育部說 提案涉及地方政府的權責 討論之後會在兩個月內 給出回應 接下來留言便當景城 愛森居小組台中 採訪報導 重點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